花莲领域潭是外地游客来到花莲必到的景点之一 而花东纵谷管理处10月底将进行潭北码头的水岸设施改善工程 议员张怀文以及服务处主任也相当关心工程的施作方向 期许纵管处能够与业者之间创造受风地区更好的游客旅游空间 花东纵谷管理处即将进行潭北码头水岸服务设施的改善工程 工程总金费4900万元 将试作3米宽500米长的水岸设施供期为期6个月 我们会把既有的业者的设施的码头重新调整它的位置 并由纵管处来施设试作的浮动码头 会有一个主要的码头主要的公用码头 主要的公用码头之间会有两个浮桥 这样的工程主要是把旅游潭的主要的赏景湖边的位置留给游客 同时也提供更好的游客服务设施的码头 让方便游客下水 现有的码头将重新规划 并新设四座码头两座影桥 让来到花莲旅游潭的游客能够轻松欣赏到湖光山色 再次的提升游客的服务品质 县议员张怀文服务处主任林品阳也表示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源整合与共享 是创造旅游经济的最佳典范 花东重谷管理处成功向我们中央争取了4900万的经费 抑注在我们寿风乡的驴毅潭 这次主要的设施是着重在我们驴毅潭船只的业者 以及单车步道的通行 让我们在地的观光产业能够再度提升 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享受更美好的一个观光景点 三米宽五百米长的水岸设施 施工期六个月 花东重谷管理处也希望 北岸码头的改善能够以全新的面貌 让游客充分享受到花莲地区最美的一颗明珠 记者凌洁 收风箱 采摩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